我现在都是这小米线 个头都很小 个头都小了 就是几个大一点的 这个大的多少钱一斤的 大头那四十几三十五 三十五啊 三十四块 给它放块冰 防止路上死掉 大家好 我是老田 今天买了一点缩纸线 现在的缩纸线呢 都是那种不大的小米线 个头虽然小 但是它肉质非常的肥美 小个的大概是五块钱一斤 大一点呢 是三十五以上一斤的 跟四八一起烧呢 是在浙江这边呢 比较常见的一道家常菜 很鲜美的啊 这个硕纸线我们先给它处理一下 一共是一二三 一共是六只啊 个头都不是太大的 但是这个肉是有的啊 先把这个盖子给它掀掉 看这里面的肉质还是挺肥的 我们先把这个须给它减掉 把这个胃啊 嘴啊 地方全部给它清理干净 屁股后面这个也给它撕下来 撕下来以后呢 用水给它稍微冲一下 再来准备一个丝瓜 给它削一下皮 削好以后再给它冲洗干净 这个菜系我们给它用水泡一下 提前已经给它剪好了 放一个香菇啊 今天晚上我们用这个缩纸线烧丝瓜 这个缩纸线呢 我已经给它全部处理好了 留着两个壳做摆盘用 再烧个香菇青菜 煎三个鸡翅就可以了 大家家里看我怎么做 我们先把这个瘦纸线给它改一下刀 一切四就可以了 丝瓜我们给它直接切成滚刀块 这个青菜的菜心部分用刀给它改小一点 香菇给它切成片 再切一点葱姜蒜 生姜切成小块 大蒜给它切成片 葱姜切成段 材料已经全部准备好 我们就上锅制作 锅里加一点油 油热加入葱姜蒜 葱姜蒜给它小火爆香 炒下以后下入瘦子蟹 给它煸炒一下 把这个蟹给它稍微煎一下啊 煎一下以后我们要放一点这个黄酒 把这个黄酒的香味给它挥发出来 然后给它加一点水 少加一点点盐 加一点糖 跟上锅盖 水开三分钟 时间差不多了 我先把里面这个壳给它取出来 然后再尝尝这个咸淡啊 稍微有点淡了 还给它放点盐 把丝瓜放进去 丝瓜放进去烧一下 干上锅盖 再烧个三分钟 时间差不多了 不能烧太久了 这个丝瓜烧久了就烧没了 都收掉了会 我们把刚才剩下来的葱叶放进去 再少淋一点点香油就可以出锅了啊 把这个蟹壳给它放上去 装饰一下 油了 加两瓣拍蒜 下入菜心和香菇 翻炒一下 加点盐 加点糖 提香 这个青菜很容易熟的 稍微翻炒一下就可以了 这已经出水了 给它煮一下 把这个香菇煮熟就可以了 再准备一个不粘锅 把这个鸡翅给它煎一下 煎香一面翻过来 把另一面再煎一下 一定要小火煎啊 把这个鸡翅两边都给它煎透 我们上面给它刷一点蜂蜜 蜂蜜两边我们都给它刷上 鸡翅好香啊 你又把空水给我淋进去 你又看到了这个鸡翅 一共就三个 怎么分 一人一个 是吧 来 这个带腿来给你吃 这是我的吗 这个梳子蟹供的都无所谓了 都是这样的 这蟹看的鸡都不大 现在的蟹都这么大 肉挺肥的 嗯 挺有肉的 鸡放在这里 我最喜欢烧丝瓜 泡里面的汤吃饭 哈哈 汤特别鲜 要管你搞点泡饭 嗯 还有丝瓜炒鸡蛋也是 我特别爱泡汤吃 整一个 今天买的这个都是菜心炒的 菜心比小青菜贵一点吧 价格差不多了 嗯 鲜 这个鸡翅颜色好漂亮 是漂亮啊 我给它上面刷了这个蜂蜜的 你喜欢吃这个也吃掉 不用啊 三个人一个一个 一人一个是吧 嗯 这个不是我不舍得买 要不你吃多了不好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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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用这个汤 泡饭吃得到 泡饭最香的 但是我也搞点泡饭 特别鲜的 你不吃我把它吃掉了 嗯 这个鸡子都卸了 泡遜 但今天昨天才会在一起 鸡蛋 一 它